生命奇境确定不是一个时尚类的节目 穿上旗袍的女嘉宾们气质超好 这件超级调身材的单品怎么才能很好驾驭呢 看寒暄嘛 思纯本时尚精门 一起来直招吧 生命奇境派报图片来源 古南卫视生命奇境微博汉雪 马思纯 假静文 学番这几位女嘉宾以戏袍的方式经验亮相 可有亮点 假静文图片来源 古南卫视生命奇境微博 假静文穿上这件爱色旗袍相当有气质 无需多余的崇拜 每眼间都是民国风情 卡雪图片来源 卡雪微博汉雪的气质 一直很好 穿上旗袍更加有民国气息 旗袍是很挑战材的 穿上叉 修饰得更加完美 可能大家对旗袍的概念有些模糊 其实在很多民国剧中 都有旗袍的存在 20世纪 20年代初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的时尚精门 就开始领悟到曲线美 对西方不断改进 力求把自己又美的身材 曲线表现出来 所以西方是很多人向往而又害怕的 因为真的很难驾驭 如果穿不好就很容易穿成土肥源的感觉 刘亦菲 影视截图图片来源 刘亦菲把官方微博 刘亦菲 影视截图图片来源 刘亦菲把官方微博 但穿得好的话 也可以像刘亦菲这样 走起路来都额挪多姿呢 接下来擦亮眼睛 有一场女精旗袍大PK一号选手 张子怡 张子怡图片来源 西土部队微博张子怡气场就不说了 穿上旗袍风韵油脆 精致的发饰 是古兼时尚的结合 张子怡的无穷魅力 你能招架注吗 二号选手 许晴许晴穿过的旗袍有很多 这一炮是简单的歌文人数 全编开刹设计 是二十年代后 几何三十年代开始的 时尚精门开始露出眉腿了 许晴图片来源 许晴工作是微博 许晴图片来源 许晴工作是微博 许晴带有温暖的气质 旗袍对 与他再适合不过了 许晴图片来源 许晴工作是微博 在外面披一件真具外套 展现温柔素雅的一面 三号选手 唐雷唐雷图片来源 唐雷细胞唐雷图片来源 唐雷贴巴唐雷身穿旗袍 扮演民国时期的女子 温柔雷的身子超级疗人 四号选手 赵丽颖 赵丽颖密战剧照图片来源 东方IC赵丽颖穿男装帅气 穿古代长裙仙气 穿上旗袍那真的是气质好到宝 小小的身材也能轻松驾驭 虽然之前见过丽颖的旗袍造型 可是这次还是被他惊艳到了 赵丽颖图片来源 赵丽颖微博穿上短裙旗袍 相当可爱 五号选手 杨颖杨颖图片来源 杨颖工作室微博杨颖一身化服 黑色旗袍霸气十足 袖子上独特的设计 打破了传统旗袍的瓷板 袍子上的刺绣相当精美 绿色珠宝加一点缀 气质迅速上升 不知道哪位女神 穿上旗袍引起你的注意了呢 每一位穿上都有自己的亮点 可爱的 性感的 优雅的 古典的 其实随着潮流的发展 旗袍催沉出新 演变成了很多新颖的款式 一个好的搭配 会让整体都变得不一样哦 一版款旗袍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旗袍也受欧美时尚潮人的欢迎 大红色的旗袍不仅仅是在大婚的时候穿 走在街上相当霸气 搭配金色长靴和金色发带 加一点缀 更加闪耀 回头旅就别担心了 绝对赚足了 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如果喜欢朴素一点的颜色也是可以的哦 江黄色的可是今年比较火的 搭配非常fashion的黑色高跟靴 古典和流行的短肌 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如今的旗袍设计的越来越显身材 黑色超级显瘦 搭配高跟鞋 低调优良 超级显高巧 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还有 这种印花款式的 深受国内外时尚潮人的喜爱 二 长垮旗袍 接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虽说是长垮旗袍 但也不是民国时期那么博手了 鲁空的 类似的 领口开叉的 仙姿白菜 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黑色类似长裙外搭一件白色外套 青片的黑白搭和古典的长款旗袍 很配哦 节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这件旗袍群就比较洒脱了 不仅有开萨的设计 印花的点缀 当然有有古典旗袍的影子 下摆很自然很随性 文案中带点霸气 在上衣接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盘口是旗袍的重要特定之一 不仅仅是旗袍 上衣也是非常受欢迎 红色盘口的点缀 艳液浓浓的中国风街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想要穿出霸气感 可以腰间系一个宽腰带 气场强大大不要不要的 同时还能显身材 街拍潮人图片来源 东方IC如果你想在过年的时候感受一下中国风 那旗袍是必须入手的哦 旗袍一直都在褪纯出心 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